明星歌歌大咖 明星歌歌大咖 那今天呢 我們迎來了就是剛剛完成了我們開場表演的TABOY 歡迎各位 Hello大家好我們是TABOY 來跟大家拜拜年吧 跟我們的優酷土豆朋友們 好就是優酷土豆的朋友們 新年快樂 新年大集開開心心的 新年開心幾天好 身體健康然後要開心更健康 大家要重複開心更健康很重要 那剛剛完成這個春晚的開場 開場的時候感覺怎麼樣 是不是還是很激動的感覺 對對對 因為其實春晚對我們來說 以前只是一個每年必看的一個節目 對然後上了一次上第二次的感覺就是更不可思議了 第一次是什麼樣的感覺第二次是什麼感覺什麼樣的差別 第一次的感覺就是會不相信 不相信 然後第二次的感覺是很激動 因為能夠連續上春晚這樣 對 那上春晚的話會不會擔心說 哇那麼多哥哥姐姐 然後嘗試又很盛大的話 自己的內心有沒有說一些小緊張啊 或者說一些注意的東西 注意的細節 謝謝 第一次就特別緊張 然後第二次就就沒有那麼緊張了 但是音樂開始的時候還會就是有那麼一點點就是揪起來 揪揪起來是什麼 那怎麼來調節一下自己這種揪起來的心情 深呼吸就好 深呼吸是吧 我想說 其實我覺得就還好 因為彩排我很多次 每一次都全力以赴 所以上春晚的舞台就還OK 那第一次上應該很開心不敢相信 那第二次上的話 是不是也跟家人家人一起分享這個好的消息 他們怎麼說 他們就也很驕傲 但是也是希望回家過年 就是還是很好 那俊凱呢 你有沒有跟家人分享 那家人家裡人其實都已經出去了 出去哪裡了 他們已經出去玩了 就把你扔在春晚的舞台上表演 對對對 那是不是也很期望跟家人一起團聚 吃個團圓飯什麼的 對 其實我覺得兩樣就是 有的必有失嘛 對 很正常這個 也是有奉獻精神啊 很清晰呢 家人就是很高興啊 很高興覺得為兒子能夠登上春晚 再一次登上春晚 感到驕傲是吧 那我們在舞台上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貼會就是那種 青春亮麗活潑代言詞 那私底下不知道各位性格怎麼樣 不妨我們請啊 比如說請王悅然來形容一下 黃俊凱跟天玺 你覺得他們倆私底下是什麼樣的 你形容一下 就是正常的樣子很溫和 然後 黃俊凱是溫和的 都溫和 都溫和 就不會有什麼特別怪怪癖 然後 對身上就蠻好的 為什麼你會說到怪癖這個詞呢 就其實 可能大家看到舞台上是什麼 發光發亮覺得說會神話或者怎樣 但其實就是普通人 我們都 就是普通人 對就普通人 就這樣 黃俊凱要說什麼 我沒什麼要說的 那你的千玺呢 千玺就是比較一個 就是算是很大方的一個人 對 但是他就是 他有個怪癖 是什麼 他一到住的地方 他就不會出來了 就很宅是嗎 他只要一進房間 就不會看見他人 你就會忘了他整個人的存在 對於這些說法那個千玺有什麼樣想要辯解的嗎 都是真的 對 那這樣子你來形容一下二位阿斯的一下 大家都吐槽的很真實 你不妨來說一說很真實的故事 王源就是稍微更開朗 然後更活活一些 你不然叫王君凱嗎 小凱就是 小凱就是比較中等 然後就是性格來說不是特別冷 也不是特別 也不是特別活活 平易近人一點 也沒有什麼太大的起伏 是吧 那我們知道在王金凱2016年的時候呢 自己一考了 從那美食典藝學院去考試了對不對 考試怎麼樣 你說什麼 我聽不懂 從進化你聽不懂 太快了我沒有反應過了 美食典藝學院啊 就重大 美食 重大啊 重大啊 考試嘛 考試考得怎麼樣 會緊張 對 因為那個其實 那個理念 就是跟其實跟上台表演是不一樣的 對對對 那太太氣氛太尷尬了 我天我第一次在裡面出現了聲音抖的狀況 真的整個手都在發抖 但還好還好能夠 還好就是當時調整了一會兒能夠調整回來 對 好耶希望你能夠考出一個好成績 考上自己理想的大學好不好 那最後最後大家分享一下2017年的最後的願望是什麼 希望實現什麼樣的願望 2017年的願望啊就是高考順利 然後能夠希望所有的朋友們都能夠開開心心身體健康 也希望自己的家人能夠開開心身體健康的 也祝大家紀念大集萬事如意心想事成 好嘞 我這個時候太多片了可以去看別人家採訪 對 看到人家看到片 好我重新做一個說一個不一樣的 嗯 就希望在2017年呢 所有人都能照顧好自己的家人 然後都和家人團聚 然後也希望自己有更多休息時間 學習更多新的知識 好謝謝謝謝很正能量啊 謝謝